宇哥你认为嘴哥维金史在这次全米星赛表现会如何 会不会在全米星赛仍表现养生打法而始终成为最大的黑点 养生啊 他今年打全米星职业生涯头一早啊 而且属于是高顺位出审的一个状元秀啊 现在这段七年只养过了才入选全米星 而且第一次呢又是深受穷米鞋挡手发了 我感觉维金史就算说再怎么 就是以往那会儿深浪时代 没脸没皮的属性 就是说哪怕说再强 现在阶段的维金史呢 在这么一个特殊舞台 他也不可能像个鸵鸟一般 脑袋往那一眨呀 不管外界怎么风言风语 现在不可能了 因为维金史确实深受穷米哀态 现在是全米星首发身份 极其难得 西部竞争相当激烈 你看一看以往维金史的老队友 甚至包括扎克拉文 卡尔东尼堂斯 当年身狼散哨 没有一个职业生涯至今为止 以首发身份入巷无情形 只有维金史做到了 那你说球迷这番后患 他人说心如铁石 他怎能说 量了球迷的心 这都不可能的 再有一点 克里夫兰骑士 这是维金史的一生之敌 对不对 一生之词 作为一个撞绣出身的球员呢 一下声就被交易 而且他拥有的是历史 九十九分级别的天赋 进入了没打第一天球呢 被克里夫兰交易送走了 这对于他来讲 颜面无光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有没有说影响了他 今后的打球的心态呢 或许影响到了 所以维金史在克里夫兰 当地球迷面前 那一定说得展现自己的风采 会大刹释放的 所以我感觉维金史得本的 不会低于二十五分 一定会极尽可能的展现自己 远说突破军军之后 弹起来就扣 他会拿全民性 当扣篮大赛那么打 比方说维金史没参加扣篮大赛 但是应该会使全民性正赛 为自己的真正扣篮舞台 全面展现一下自己 防守断呢 如果是跟志姆哥敌对关系吧 他会主防志姆哥 如果跟詹姆斯是敌对关系 那就主防詹姆斯 反正对方谁牌大 我就防谁 维金史很有可能这么干 不会辜负这个球迷逸行 甚至呢 他就出于自我的自尊角度 他也不会不负自我的 与此同时呢 也得对得起金正宏司 维金史也属于是金正宏司 今年少有的两张全民性名片之一 那不能说让勇士队跟着我丢人呢 所以维金史肯定会爆发 有没有可能争夺一下全民性MVP呢 概率也不太低 我感觉维金史拿这个奖的可能性啊 在25%左右 这已经是不低了 25%左右